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接下來關心奧運女籃的金牌戰 由美國交手地主法國 美國女籃是締造了超狂的八連霸 不過比賽的尾聲是真的嚇出一身冷汗 沒有錯 因為法國隊的Gaby Williams 是投進了本該式追平比數的三分球 卻沒想到事實上是個踩線的兩分 讓法國女籃最終只能留下遺憾 以銀牌作收 2024巴黎奧運女子籃球金牌戰 賽前已經創下跨界恐怖60連勝的美國隊 交手地主法國 而連觀眾沒有想到的是 高如軍團靠著Gaby Williams 19分7籃板的帶領下 幾乎這場比賽壓得美國喘不過氣 但決心不想讓金牌王朝 斷在此刻的美國女籃 比賽末段成功以三分差超前 而手握最後一波進攻的法國 球也給到手感最火燙的Gaby Williams手上 而起碼射進的投籃 她也投進 卻沒想到這是一季踩線的兩分球 讓美國女籃中場驚濤駭浪浪 以一分差距戲劇性地收下金牌 We respect our opponents first and foremost every time we get on this court and knowing that you know anytime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present USA we have the biggest target on our back and the parity of women's basketball is just only continuing to grow we know it's not easy and we know it's it's a commitment to come here and you know we've all taken time away from our teams to do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hard and the fact that this is eight straight goals It's insane honestly but each one is so so different and so so special and so hard 美國女藍追金不只是締造了跨界六十一點勝甚至這面金牌還是本屆美國追平中國的第四十金讓他們在金牌排行榜上並列第一背後的意義相當重大而只差一步之遙就能斬斷王朝的法國女藍儘管心情複雜但人對國家隊的表現感到驕傲 至於早女藍一步率先奪下奧運金牌的美國男藍這慶祝的行程當然不能少到當地知名夜店桑一下也是必須只不過有當地球迷太鼓熱情觸犯了 拉布朗正斯的王之領域 馬上被天皇老子給訓斥一番 而至於蘇人David Booker就相對親民許多啦 這邊不是指他幫球迷簽名 而是派對結束後竟然就瀟灑接地氣的騎著腳踏車離開 我說 Booker啊 你這樣會不會太帥啦 頭上是國際體灘 接下來將鏡頭轉向網球場 關心加拿大公開賽的四強戰 Andre Rubloff以直落二擊退意大利的選手輕鬆晉級冠軍戰 沒錯 那四強戰的另外一邊則是有兩位種子殺手 Alexis Popper面對Servation Koda要搶住 進決賽的最後一張門票 誰能勝出馬上揭曉 ATP加拿大公開賽 男子單打死強戰 打會第五種子Andre Rubloff 交手義大利好手Marcel Arnaldi 面對實力優點懸殊的對手Rubloff毫不手軟 積極的趨前對抗 並得到機會搶劫扣殺 讓Arnaldi無力追趕 接下來面對突襲的往前掉球 Rubloff更是臨危不亂 快速追到球之後 迫使對方發生回球失誤 率先破發成功 第一盤打出八勝五的一發 得分六點壓 六比四順利拿下 來到第二盤 Rubloff更是扁本加厲 簡單粗暴的底線拉回對抽 充分讓Arnaldi感受到來自實力的差距 這一季中險發球也是足夠刁鑽 五比二領先時Rubloff用一個love game 收下最後的聚勝局 中場就也直落二領球前進冠軍戰 至於他在決賽的對手 則要看到澳洲好手Alexis Popperin 與美國的Spacein Koda的對決 誰能夠勝出 兩位前一場八強都淘汰掉大會中子暴冷晉級 難得的機會絕對要把握住 因此這第一盤就相當膠著 各自爆發來到搶棄大戰 Tyber的第一點也是超級精彩 Properin發球之後來到往前 帶到高吊球扣殺還有短吊球 而Koda憑藉優略的矯程連九三球 還有一次跨下回擊 引起全場歡呼 但是Properin還是技高一籌反方向的回擊拿下這一分 氣勢好到不行的Properin最後連拿七分拿下第一盤 第二盤澳洲好手達出侵略性 不管是一發得分 五往前得分 都跟優於對手的情況之下一路碾壓 其中Properin一六比三拿下四盤 宣告比賽勝利 晉級最終決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禮拜一沒有中華職棒的比賽 那就跟著鏡頭來回顧一下上週的戰況 南霸天統一師表現相當精彩 五戰四勝是重新回到了聯盟龍頭寶座 好 那要提到上週討論度最高的莫過於週日富邦跟衛群的比賽 其一集要拱貫的中外野純利打以及後續改判所引發的爭議 我們一起來討論 中華職棒上週精彩回顧 先把目光放在上半季冠軍同一師身上 來到下半季他們狀況依舊火燙 單週無戰拿下四勝 目前一半場勝差超車中信兄弟登上戰績榜第一 陣中不論是投打兩端 都有資深選手挺身而出 像是六號面對富邦漢將 手肘商譽復出本季初登板的胡志偉 交出無拘無時分好投 率領球隊五比二贏球 而林毅全則是把握異軍舞台 把生涯安打數 推進到一千九百九十九支 扣關兩千安 手背端也頻頻有每季表現 成為對上年輕球員的榜樣 威冕軍威全龍期望下半季重振旗鼓 回到爭冠和烈 這個禮拜也有三勝一敗的不錯成績 王牌投手徐若曦在七號面對中信兄弟 竹頭六局僅11分 更標出寒帶生涯 生涯第兩百K的十一次三陣 幫助球隊以五比一勝出 暫時電地的台岡雄英 陣中遊擊手曾子佑 在十號完成生涯百安 是對始第一人 只花了八十二場比賽 速度驚人 加上在巴黎奧運羽球男雙奪下金牌的王麒麟 到大巨蛋合體王博榮開球加持 也帶動團隊單週拿下三勝兩敗 不無小捕 至於樂天桃園近況就比較低迷 過去無場比賽苦吞四敗 以失華聯的三連戰統統復敵統一 富翁漢江同樣慘淡 四戰中只拿一勝 無漏偏逢連夜宇 在十一號新莊主場 跟龍隊的交手中 投手群挨了對方 嘰嘰嘰嘰嘰狂冠三響號套餐 猛冠八分打點的伺候 以六比十一敗下陣來 不過比賽中出現爭議判決 撈個的第二轟原先被認定沒有出牆 只是致一壘安打 卻在重播扶出判決過後 小房間決定改判成滿灌蛋 富翁總教練陳清風抗議為國遭到驅逐 賽後包括領隊林華為在內 都持續向聯盟申訴 最終終止官方半夜緊急發文道歉 賽務部承認這個判決有舒適 對相關執法人員做罰款 下放二軍等處置 並強調往後會加強專業教育 儘管賽果不能重來 但相信對球團 球員跟球迷來說 都希望類似案例後續能不再發生 不讓可避免了錯誤影響球賽本質 未來體育臺綜合報導 接下來關心雲林北港曹天宮 即將在十二月舉辦的 媽祖杯路跑賽事 本屆賽是請來了知名的設計師 為這個比賽增添不少藝術元素 沒錯 而媽祖杯主打的就是運動結合觀光 不少附近的店家都紛紛響應 保證讓參賽的跑者盡興而歸 在Q版的北港朝天宮前大夥一同名槍 宣告第十三屆北港媽祖馬拉松正式啟動 在十二月中舉辦的賽事 即日起就可以在網路上報名 而剛剛提到這結合現代跟歷史的藝術版畫 可大影來頭 是請到華裔設計師Daniel Wong 親自操刀 今年北港媽祖杯全國馬拉松 近日第十三年 感謝我們的設計總監 把北港朝天宮 塑造一個國際的品牌 也感謝我們縣政府 以及所有的贊助單位 在媽祖的保護處下 我們大家跑出健康 跑出平安 很有幸可以跟北港朝天宮 跟媽祖可以做結合 我覺得我們工作是把北港的文化 跟他的故事傳達給大家 只要在媽祖杯馬拉松完賽 就有機會拿到限量獨家的版畫紀念品 另外朝天宮外的知名餅店 也會提供美味大餅給參賽者 運動跟觀光的完美結合 連藝人小豬黃沐妍也迫不及待 因為我其實過去有來過山月香媽祖 媽祖這個文化歷史悠久 這一次是剛好可以來一個旅行 就是來這邊除了跑步 遊跑雲林之外 你也可以更認識我們的媽祖 我們的信仰 不只是一個運動 那是可以讓你整個心靈做一些提升 除了請到黃沐妍擔任活動大使 這回媽祖杯馬拉松 還找來五位運動網紅 擔任神風小隊長 各自陪伴參賽民眾在跑道上奔馳 想藉由路跑機會也吸收媽祖靈氣 獲得庇佑的觀眾朋友千萬別錯過啦 我來去台採訪報導